环保局在今年3月福岛朝阳社区 成立二手物交换 展示常态据点 以及二手物小家电维修站 首次对外提供服务 二手交换地点 还有小家电维修服务 让物品的生命周期 发挥了最大的效应 第三周的星期四下午 每个月第三周星期四下午 这个可以帮您的维修 对对对 最后解忆的维修 各位的零件也够不起 简单的有话可以做 大家有修哪些东西啊 小口箱 电风扇 像这个固执机也可以修 还有电锅 大型的固执机 像电器 大的电器 电视机这没没办法做 因为零件不够 这些已经都要台湾去拿回来 比较简单的零件 如果太贵重的话 大概也没什么成本 大概 维修是免费的吗 免费免费的 我们环保局免费提供的 它会避难潮湿 那民众都可以来吗 只要是民众都可以来 因为它会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没有紫外线上 没有交读 所以 我们会有一个菊宝网站 上面会公布维修日期地点 所以大家只要上那个FB 都知道 OK 就这样 昨天首饰珍场 还有民众拿着电风扇来修理 民众也表示 电风扇看来不就 丢掉了很可惜 知道了朝鑫社区有免费的维修小家店 特别拿来修理 希望减少垃圾量 能用就再用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等下 它很高调 运气就差别多来 好 所以 不要这样 環保局为了推广 以交换代替丢弃 今年特别辅导了朝阳社区 设置二手交换据点 并于每月三周 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5点 定期举办二手物的交换 展售维修服务 期望透过鼓励在地居民 能将家中二手好物再利用 環保局表示 藉由这次辅导朝阳社区二手交换 展售常态据点 继续帮助在地社区居民 身体力行 环境永续的理念 也希望能引发在地其他社区 能够主动响应 并且愿意报名设立据点 扩大服务范围 让资源循环 二手物 永续再利用 大众也能理解 爱物习物的环保理念 环保局也呼吁民众 踊跃发挥爱物习物精神 将家中用不到 但功能正常的物品送到二手物交换站 让物尽其用 从源头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也欢迎大家踊跃前往朝阳社区 二手物交换站来一起挖宝 记者王海龙报道